至於對宋楚瑜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說你先把人家臭罵了一頓 你都不跟我們站在一起 你根本就沒有跟人民站在一起 然後最後還說我當選就要拜訪你 完全的選舉策略 因為朱立倫他一剛開始 還沒有這個還沒有到十月 他還沒有變成國民黨的候選人 之前他就已經在說 要跟這個親民黨好好的合作 然後這個整個飯欄應該要大家都團結起來 他就要去拜訪人家 他就要去跟人家談合作 可是因為他沒有任何具體的動作 他只是掛在嘴巴上面說親民黨要跟我們 我們是友黨 我們要友好找回這些過去的好朋友 可是你毫無動作 你覺得這個宋楚瑜聽到會高興嗎 他就覺得你不斷的在吃我豆腐吃我豆腐 不斷的在利用我親民黨的名字 然後來塑造你這個你看我們大家很好 我是一個擁榮大度人的那樣子的好形象 那所以你到了最後一次的證監會 還要再把宋楚瑜再拿來說 我一定會去拜訪你 講到這個時期 宋楚瑜這幾年來 這八年來一直在那 他也沒逃亡 他也沒出國 朱立倫有沒有去拜訪過他好像沒有 沒有 不過就宋楚瑜親口講 他說馬英九這八年來都沒找過他 而且你手機不會很難問嘛 你就打一下電話 就這件事情不是那麼的困難嘛 他就住林口啊 我們大家不是都知道嗎 宋楚瑜就住林口嘛 你去找他不是一件這麼高難度的事情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每次都要把宋楚瑜 手機常常壞掉都打不通 討厭 也就是說不要老是把這樣子的一個老人家 拿出來消費啦 你這樣越消費 其實我我覺得反而會更惹怒 親民黨的支持者 所以那個票 政黨票會流到你那邊去嗎 我倒覺得是未必 那我覺得美豬這件事情 對也蠻有意思 就是說今天國民黨不是登了一大半 那一碗肉肉飯非常好吃的樣子 可是我不知道國民黨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腦子會不太清楚 瘦肉精美豬的意思就是 他不會有肥肉 所以他都是瘦肉 那瘦肉不會拿來做肉肉飯啊 所以你拿肉肉飯做廣告 你知道打瘦肉精美豬是一件邏輯不通的事 肉肉飯各位 黃金比例 肥瘦要7比3 所以吃肉肉飯絕對不會吃到有瘦肉精的美豬 反而是安全的 因為有肥肉 所以國民黨的 就是國民黨這一次選舉 坦白說犯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錯 這個廣告是個小錯 但是因為只剩7天了 小錯都不可以犯 我提醒國民黨 萬事要小心 做廣告 你錢花了耶 半版廣告也是幾十萬的事情 錢花了不要這樣子 不當一回事 不要因為錢多就這樣子 就是說我覺得要謹慎 好 今天有關於 最近多數黨組合的議題 藍綠有點爭論不休 我結果在這場政見發表會上面 朱立倫 蔡英文 以及宋楚瑜都提到了 不過在中間有一點詭證的部分是 我們先來看看宋楚瑜她說 如果說下屆總統的話 應該是提前就任 她認為在3月1號 或3月20號就可以就任 而至於蔡英文呢 她表示說 如果她當選的話 會邀請各政黨一起協商 來共同維持選後 四個月的穩定 倒是這個消息從哪裡來的 因為在媒體上面 首先拋出來說是馬英九說的 但是現在又有很多的秘辛 在媒體上面謠言分傳 說馬英九跟王金平 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由朱立倫所操作的 這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先來聽聽在政見發表會上 宋楚瑜的說法 我當選總統之後 我會進行修改我們相關的法令 和憲法相關的這些規矩 那就是我自動地願意把我的任期縮短 使得下一任總統在3月1號 3月20號就可以能夠就任 不一定要5月20號 來作為長遠的 我們國家憲政體制的改革 來 柯姐 我覺得這個多數黨組閣這個議題 這個朱立倫也喜之之的覺得他打得讓這個蔡英文 啞口無言不想回答 我覺得蔡英文是懶得理他呀 那因為如果現在這個民調上面 對不起 我不能講民調 那在席次的預估上面 夢到了 席次預估 在席次我們得感受到 這個國民黨如果是過半 已經成為一個定局的話 那你去逼這個總統選舉 幾乎已成定局 勝方的蔡英文說要多數黨組閣 而對方不跟你回話 然後閃避其詞 我覺得還有點道理啊 那現在情勢不是這樣 人家是懶得跟你囉嗦啊 那我覺得國民黨的在選舉 尤其是朱立倫接了朱祖傑之後 他在很多的議題的主打上面 在基本的邏輯上都有問題 包括那個美租的那個邏輯 對不對 然後包括了這個多數黨組閣 那也因此很多人說 其實這個是鬥爭馬英九的 那因為他釋出這個訊息的是新新聞嘛 那新新聞周刊 那個時候在換柱的時候的最後關頭 是新新聞的一個民調 我們都知道 在他出刊之前 我都收到那個民調 那就一局定江山 那一天就是朱立倫的人馬 大概就放出了消息 那這一次 馬英九顯然是事先不知道 可是你說王精平不知道 我懷疑 這個就是有一種說法是 朱立倫怕選後敗得太可怕 然後只有王精平一個人在立法院的話 那馬英九會趁這四個月的時候 用行政權來這個反撲 復仇報這個朱立倫跟王精平的仇 所以要想辦法讓這個 求救就是多數黨組閣 那讓這個蔡英文去介入下一次的政府的隔壁 他覺得民進黨對國民 比國民黨會對他好一點 那有一種說法是這樣 還有人說呢 就還有擔心的就是說 為什麼要讓多數黨組閣 就對這個四個月的政府的看守期 做一些干擾 做一些這個放鞭炮在旁邊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是擔心馬英九要介入黨主席的選舉 總而言之不管怎樣 這件事情朱立倫跟李四川這邊 確實是有某種訊息的輪出 那他們的操作當然不在於多數黨組閣 那如果是準內閣制的國家的話 那選出來民進黨過半 就應該是蔡英文去做隔壁了 因為他是黨主席啊 我昨天晚上想說 那馬英九想讓蔡英文做四個月的院長 來管管他嗎 當然這是開玩笑 所以看起來朱立倫提的可能性高很多 當然就到目前為止 我所得到的訊息 雖然那個李明顯一直跟我辯論說 這是記者在記者室的時候討論出來的 我不認為耶 因為這個應該後面還是有某種操作 因為你知道那個時候換柱的時候 他是訊息出來之後 晚報就頭條在寫 然後這個同樣的報系的日報也跟 那那一天呢 新英文的出來之後是中央社先跟啊 對不對 中央社是什麼社啊 中央社的人馬還是馬金的人馬的前提啦 但是他現在還是屬於 中國國民黨的這個系統嘛 黨國系統 然後接下來就聯合晚報登 聯合晚報登完之後 第二天的聯合報也討論的還蠻開心的 還有最重要的是有一家電視台 就特別喜歡那個秋毅小弟的那家電視台 他們也做耶 那天晚上我看到這家電視台也做多數黨組閣 我就覺得有點奇怪 它基本上還是國民黨的內鬥 國民黨的內部鬥爭的外部化 OK 那佩芬姐 看起來馬英九犯不著讓這個蔡英文提前過來 跟他兩個人在那邊對嘛 對他沒什麼好處 比較像是朱立倫的一石二鳥 因為到頭來這個 他可以騎關山跨壁修台嗎 去看蔡英文跟馬英九到底誰說了算 然後到底誰要負這個責任 這個說法好像比較合理 你的推斷呢 其實不是 我不用用 我絕對不推斷 我覺得那種推斷沒有什麼意義 前天碰到陳東豪 陳東豪就是新新聞的副社長 他後來有跟我們講那個真正的原因 他說事實上馬英九有在私下 在跟一些朋友在聊天的時候 有提過這樣的問題 因為馬英九其實是面對現狀跟現實 因為選情這個樣子 然後蔡英文要拿政權已經是很明顯的事 那你面對這個現狀 當然那個是可能性的情況 但是問題是以台灣的憲政制度 隔魁是總統提名的 多數黨組閣 然後總統要不要同意 OK 然後一個新選出來的總統 當然其實我們現在回頭想一下 這個議題只是第二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去年 從四五月開始就有很多名嘴 還有一些明代在電視上講說 一月十六號選完到五月二十號 四個月長的這個空窗期 不知道馬英九會暴衝到什麼程度 會做什麼什麼樣的問題 因為他負責兩岸外交國防等等 所以那個議題一直拋出來 所以大家才會這樣覺得 就說是不是這個時間把它縮短 那現在的話 你說馬英九面對現在這個選舉的狀況 他也不是個傻蛋 政治現實就是這樣 那但是他先試探一下 我覺得他是試探 但是那些記者寫出來 新新聞報出來 這是馬英九的試探 我覺得他是風向球 可是他的歷史定位還沒完成 對但是他的歷史定位是沒完成 所以現在急著說 比如說這個貨貿又去談 然後這個之類的 他累積這些東西 就是告訴大家 馬熙會以後 還有這些具體的成績 然後如果當然現在有很多人拋出來說 可能有馬熙二會 如果真的有馬熙二會的話 馬英九必須有一個角色 五月二十號卸任以後 他一定會回頭去選黨主席 他有國民黨黨主席的身份 他才有馬熙二會 否則他是個老百姓 他還選得上嗎 來 博文 其實我覺得這個選前 拋出這樣的議題 很明顯就只是為了選舉操作 實務上我認為是 幾根本完全不可行 我這樣講 我們現在的憲政體制 總統並不是虛偽元首 總統是有實權 我在講白了 什麼叫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也不過就是 總統的執行長 我今天要任命你就任命你 明天要你下台你就下台 你說可是我們可以透過協商 你這個協商是人質的 過去八年多的時間 有多少白紙黑字 甚至違反法律的事情 國民黨都敢幹了 他還在乎跟你什麼政治協商 所以我覺得這根本 這種陷阱 民進黨只是吃之以鼻 第二點 這個訊息 到底來源在哪裡 到現在搞不清楚 朱立倫說 他拿這個議題在大作文章 可是他也不敢證實說 是黨中央發出去的 雖然大家其實從各種情勢判斷 大概就是你黨中央在發動 馬英九的部分很清楚 馬英九根本不作聲 他不知道 那如果這個原本應該由馬英九來發動 才稍微值得探討議題 馬英九也說不知道 他也不做任何的回應 那請問這個議題 我們現在到底要回應什麼 第二個 我覺得其實我剛剛看 包括這個整個編論 我其實看到宋楚瑜 我有一種食不我餘的那種滄桑感 過去宋楚瑜親民黨 萬人空巷的時候 坦白講我也見證過那個感覺 我們那時候跑新聞的時候 看到那個萬人空巷 只要萬水姐姐宋楚瑜出來 那個簡直群眾 像發了瘋的一樣你知道嗎 當時如果不是因為說宋楚瑜 親民黨的黨產 沒有像國民黨那麼多 我坦白講 國民黨包括連戰 包括像現在的朱立倫 根本都不是宋楚瑜的對手 可是沒辦法 這時不我語 時空蒼蒼 那這三位裡面 我坦白講當然是 當然是蔡英文 絕對是這個一枝獨秀 那泛男的系統裡面 都不要講說能力 泛男如果要講能力 朱立倫實在差 這個宋楚瑜差太多 所以我現在要講的是 我光看這幾天 為什麼我說國民黨的黨產 真的是可以說真的是萬能 我這幾天看到 國民黨的這個廣告 我只是感覺說 真的錢太多花不完 你知道他們昨天做一個廣告 我相信大家也有看到 說這個陳明文 然後柯建民 用一個虛擬的圖像 說這兩個好像面目猙獰的 互相敵對相像 還說這個是蔡英文 將面對最大的問題 就是下一屆立法院長寶座是誰 看得我真的傻笑你知道嗎 你把王金平放在哪裡 都還沒選完 你們就這樣自暴自棄 你覺得選民會願意接受你們嗎 還沒有選完就說 下屆立法院長一定是 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柯建民 一定是陳明文 一定是民進黨的 那王金平呢 王金平聽說現在 賀肉沒收 什麼基層替你們布裝 你把王金平放在哪裡 博文 國民黨這廣告意思是在幫 民進黨的政黨票吹票 要吹到讓他過半的意思 民進黨政黨票真的非常危急 我們這幾天也大力在吹 要求大家集中火力就是頭一號 可是我今天看不懂 你今天除了 除了我唯一找到的理由是說 國民黨錢太多之外 到底有其他什麼原因 你登這個廣告 包括剛剛那個滷肉飯 連我相信這個時期吃滷肉飯 大概沒有我吃得多 看身材就知道我吃得比你多 連你都知道那個道理 你國民黨不知道 我覺得真的太扯 第二個我說 你再看看卓立倫那個辯論 卓立倫他滿口的反省 他滿口講反省 我說今天國民黨最大問題 就是言行不一 你滿口講反省對不對 好 那我就請教你 你當時說對鼎心 罰到倒官到老 都不要講中央 新北市你罰多少 新北市鼎心企業很多 各種各樣的麵包店 炸雞店一大堆 請問你就新北市的部分 你罰了多少 我跟大家講 去年法治局的預算 我如果不是硬逼著他 他連那個罰還根本都不足一百萬 我跟大家講 這有誠意要罰嗎 太陽花旋印的時候 我看到他們捍衛民主的決心 反課黑箱課綱的時候 我看到連高中生都挺身而出 這些年輕人讓我明白 我不只是要向我們這個政黨的支持者負責 我更要對這個世代所有的年輕人負責 都不示範 沒有人要對我的 否則 我會重播 看到我 努力 在